有一只老鼠非常善良和有爱心 只要看到其他动物有困难 就会伸出援手 有一天 老鼠在路上遇到了一只受伤的猫 猫是老鼠的天敌 但是老鼠没有害怕 而是用衣服包扎了猫的伤口 并且把猫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猫感动地流下了泪水说 你为什么要帮助我 我是你的敌人啊 老鼠笑了笑说 我不在乎你是谁 我只在乎你需要帮助 从那以后 猫和老鼠成为了好朋友 它们互相信任和尊重 并且共同保护其他弱小的动物 它们也感染了周围的动物 让它们学会了有爱和宽容 最后 整个森林都变得和平而美好